我承认高刷的机器确实体验感 和普通的机器一个天上一个地上 这钱我花 我也承认更新款有更好的摄像头 拍照呢确实更好 这钱我也花 这些年的解锁方式也从我的牵牵玉手 改为了我英俊的面容 从3G 4G到5G 不停地叫我换更新的电子设备 好 这钱我还是花 现在已经是公元2023年了 接下来的几年 要是手机平板这些东西 它不会飞的话 我看那些资本家还有什么办法 勾引我换更新款的电子设备 这里有人就会说了 更新款不是还有更好的性能吗 有毛用 现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用2000块的手机 和用1万块钱的手机 已经没有任何区别了 不信你看评议区 大家都知道我是专门卖iPad 但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 18202122 Pro 玩王者吃鸡这种小游戏的话 已经没有任何区别了 无论是帧率还是画质 只要地平线5 赛博朋克2077 这些游戏不支持iOS的话 移动端说性能没有任何的意义 因为我提到的这两个游戏 最低的配置 都必须是3060的显卡起跳 不算CPU SSD 内存主板 光是显卡 都要比这个整机都要厚十倍 最重要的是3060起跳的这块显卡 最低的供电需求 都是650瓦 这玩意多少瓦呢 反正充电支持18瓦 这里是金碧斯克 你身边的数码贩子